今次回到隔離啊 機票啊 一些証明啊 所有費用就總共用XD XD回來 啊是肉痛的啦 Hi 大家好我是阿勇 無錯啦 我現在身處在一個 香港的隔離酒店 酒見 XD 我現在身處在一個香港的隔離酒店 因為中國回到香港 都屬於A區的地方 所以回到隔離21天 所以今天想在這段影片 跟大家表演模式教學 如何在疫情下,在英國回來香港 到底需要準備什麼? 過程是怎樣? 我會很詳細跟大家說一下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或者準備有朋友在英國回來 都可以分享這條影片給他 跟大家分享之前,首先講一下我的感受 其實現在我還有7天,我就隔離遠了 幸好我回來之前也有拍了很多影片 大家可以看回我去英國旅遊的影片 所以這兩星期都一直在工作 剪一下影片 所以時間都很快過 除了今天拍片化妝,洗頭髮外 其實那14天,我覺得自己好像被圈養 今天才精精神神化妝 你看我今天立刻戴上手飾 打扮一下 分享之前也分享一個 Black Friday的優惠 因為現在Ann and Luisa 也正在做一個一年到最厲害的優惠 我現在正在做一個 Buy 1 Gat 1 16% OF 超低 現在香港也要入冬天 打扮也開始是一些比較冬天的壯束 會選一些金色元素的手飾 就算穿件Hoodie 襯上就立刻也會有一種不太沉悶 而且它每一個款式都是很百搭 配襯我以前選的Ann and Luisa的手飾 其實你是會襯到另一種感覺 就是你永遠都不會帶到悶 每次我選完新的產品 回來襯上其他飾物 都是有一種新的感覺 所以永遠都會有一種新鮮感 口臭也要說 真的很舒服 就好像那些耳環、頸鏈、戒指也好 你是不會有任何恆養不適的感覺 以它這個價錢 可以帶到一個這麼高質素的手飾 是真的很好 現在正在做一個Black Friday的優惠 快點去Ann and Luisa的 在網上選一份禮物送給自己 OK 說回正題了 那首先第一步 就一定是先看酒店的 即是那些機票網站都有很多選擇 而且機位都挺足的 反而酒店真的比較難 我記得我是十月尾回來的 其實我那時候也很紛 我十月頭預約的 那時候找酒店已經是沒有了 真的那時候是一間都找不到 是出動了家人朋友幫我去看著酒店網 接著是找到這一間 一千零一間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想 某個時間回來 就真的早一個半月去訂酒店 其實是最好的 一個月我都覺得是遇得很問 你說有得選 你想住哪一間都沒有 其實我看到有房我就預約了 所以這一間我就很幸運了 朋友幫我看到有位 立刻傳給我 我那一刻想也不想 考慮也不考慮 房間大不大 有得回來我已經立刻預約了 那這一間房 總共是七百元一晚 乘二十一 總共是一百四千七百元 我一選完酒店之後 就立刻去提機票 機票當然就有了 都有幾間航空公司選的 所以第二步就是預約機票了 最後我也是選了國泰 三百四十磅 如果在英國回來香港的話 很建議大家會選國泰 這次我搭國泰有什麼好呢 首先第一 他在機場的工作人員 很快手 我想是香港人來的 因為他們也是說廣東話 那你很容易溝通 他要什麼文件 直接幫你弄好香港人的效率 可能比較高 扔好文件 全部都很清楚 你就聽到廣東話 不用雞和鴨說 前提是你要準備好文件 所以現在我就要說 第三樣就是準備文件 政府也有說 其實你是需要幾樣東西的 都是四張紙 首先就是PCR的TES 如果有看我上一條 回香港的Vlog 都知道我選了 在機場酒店睡一晚 然後第二天去機場 因為不用凌晨五、六點 出門後 然後又怕塞車 所以我的COVA TES 都是在機場酒店附近做的 Total就是九十幾磅 然後它就是很快三個小時 就已經會有個結果出來 你可以上回英國的網站 找回近你附近的COVA TES 然後第二個就是一個 UK的AS的一個證明 就是證明你這個TES 是合乎資格的 你要刷這份東西出來 第三張就是NHS的打針紀錄 你打完針之後下載了NHS的APP 你就可以在裡面下載你打針的紀錄 那你就刷了出來 然後第四張就是你的酒店的訂單 你成功預約了 酒店之後 其實它會發一份email給你 有個確認的email 那你就把那個email刷出來 那就OK的了 確認了之後 它就幫我釘好了一份 然後我就可以check in 那這份東西就到時 去到香港去 給工作人員 那就搞定了 一跳就跳到 當天我去機場了 我是下午12點半機的 早三個小時去機場 我覺得是很夠的 可能看回我 即是下午機 其實都不是很多人 我真的排隊的時候 前面只有一個人排隊 所以整個流程是很快的 就是我check in在10分鐘 然後就直接可以入閘了 那入閘之後 都是很快的 即是不說很多人排隊 你都是很正常的安檢 好像以前那樣 完了 所以其實那天我很多時間 在那個面稅店裡 買很多東西 買一些手信 如果你跟我一樣 都是搭國泰 然後這些時間的話 其實我覺得 都時間中速的 三個小時的話 相機啦 那天那個班機是 完全不full 很少人 每個人都是派到一行的位置 那大家分隔得很遠 國泰的機器很舒服 很多不同的電影看 然後也有很多劇集 也有來 ViuTV的大叔的愛 我都在飛機裡有看到 那下機的時候 那天我在當天的零食 5點多我就下機了 那其實下到機之後 根本就不需要擔心 是完全每一個位 他都會有一個工作人員 跟你說 啊 走這邊啦小姐 正常跟回指示走 那基本上 都不會怕說 下到機器很不明白 究竟要怎樣去 怎樣做 因為真的每一步 都有一個人 去指著 怎樣做 去登記 跟著然後再去檢測 total就可能 用了一個小時左右 下機之後 要一個小時去做檢測 之後呢 那天的工作人員都說 如果沒什麼人的話 其實正常就 兩至三個小時 就可以拿到一個報告 所以我下機 做完檢測之後呢 就去到一個地方 就好像有些考試的地方 因為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號碼 你坐在那裡 那就等你的報告 等待期間 真的 說回聲 好冷 香港一下機 就覺得冷氣 為什麼可以 激到這樣 所以大家 可能拿著外套 或者如果真的冷 它會有 一些毛煎 給大家去用 total都用了 三四個小時左右 去等報告 然後就是 等車了 等車那裡 也是沒什麼人 我的隊伍只有兩個人 我就想著 兩個人 哇 有沒有車的 會不會出不了車的 但是很快 等15分鐘 已經可以上車了 那真的整架車 只有我跟那個姐姐都照開 然後12點 就來到我的酒店了 OK的 可以住 因為現在我覺得 食物是好吃的 而且我在這個位置 因為我是荃灣 我叫foodpanda 原來是這麼方便的 是很方便的 例如我上網買 食物 我買一些日用品 例如 M筋 洗澡液 這些都不用特地 家人送過來 因為就是foodpanda 感覺就是 價錢又不是太貴 所以我覺得是很方便 不是說很豪華 但是我滿意它的就是 食物是挺好吃的 這裡真的不難吃 因為我看到有些 隔離差是很恐怖的 但是現在是真的很正常 其實有些 我覺得挺好吃的 最喜歡吃海南雞腿飯 是覺得不錯的 那就是這麼多了 所以total 我計算我大概用了多少錢 加機票 今次回來 total都用了2萬元 就這樣隔離 機票 TES 所有費用 total都用了2萬元港幣 是肉痛的 因為如果不是這樣 我可以用2萬元買一部 我一直很想買的相機 不過不要緊 最重要是人沒事 安全全開心 回到家 我已經很好的 現在Facebook有很多群組 真的強烈大家加入幾個 酒店隔離的群組 你打鍵詞就出現幾個了 遇到什麼問題 你上去問 是很多人幫你的 非常之好 如果大家有朋友 準備回來香港隔離 很徬徨的話 歡迎你分享這段影片給你看 但是Ayo那麼騰雞 都順順利利回到香港 所以不用擔心 想在這裡多謝 今次回來香港 所有的工作人員 辛苦你們了 準備回來香港 隔離的朋友 一切順順利利 健健康康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段影片 記得給個like我 subscribe我的channel 和follow我的IG 那我們下段影片再見 拜拜 還有 記住 不要錯過Anna Luisa的 Black Friday 大減價優惠 不然你就走寶了